选前部分的房地产投资人减少交易 转而放野海外市场 那么有哪些热门区域 又该注意哪些风险呢 请看我们的报道 政府打房政策发酵让台湾房市冷收收 不过这一辆投资客的目光转往海外 业者说澳洲新加坡还有最近最夯的东协 都是台湾人留意的地区 推荐的话当然 东协目前是比较值得投资的一个区域 因为它的人口也年轻 人口也密集 消费力也高 那正在发展中的国家 那当然首推就是在马来西亚这个部分 业者说比较马来西亚及日本的房产市场 马来西亚空物率低 投资报酬率高 而日本市场主打租金报酬 不过日本经济相对不佳 人口老化严重 因此马来西亚相对受到台湾中产阶级青睐 而日本则是小资族首选 以整个马来西亚来讲 你要看区域 吉隆坡的投报率现在大概4.8%左右 那新山的投报率像 大概有大概5%多到6% 那槟城就更低了 槟城才3%多 日本的投资报酬率也不错啦 大概如果在东京的话 大概有4.5% 4.8% 那如果在大阪更高了 有到8% 10% 虽然业者频频推荐海外资产投资报酬率高 不过海外投资各种风险还是要注意 例如日元持续重扁 如果先前投入日本房地产的民众 上面上可能会出现不晓得会差亏损 而马来西亚则是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投资规定 投资人可得睁大眼睛多做功课 才不会事与愿违 经济日报 下期见 台北报道